为什么我喜欢给猫剃活的 剃活的原因是它有黑下巴 大家好 我是一个没有镜头感的一个手艺 上次剃下巴上的毛 一个网友说 我把那猫毛给剃到嘴里了 这块人垫块纱布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给它剃 剃不是说因为它 我有洁癖 或者是我有其他爱好啥的 不是这样的 是为啥 是因为多多少少有一点洁癖 口误 因为看着它是黑下巴实在不舒服 因为它啥 因为这个猫是有毛囊炎 还有一个情况 咱不是说因为给它剃一个黑下巴上的 不是剃一个下巴毛 咱就给它麻醉了 这都是附带的 因为啥 这是做绝育的一只猫 咱给它附带的 什么牌子得推的 不用再问了 这是鹰身爬的 上面有涂 完了 这一次 咱们给它剃完了以后 给它清理 清理用的什么药 上面也有涂 也不用都私信我了 可以点赞 可以点赞 私信的话 因为上次好多人私信我 到底是用的什么药 这次咱们讲清楚了 给大家用的是可鲁的生物棉票 上面有涂 以后涂会出来 咱们给它也是 给它剃的干干净净的 剃的干干净净的 咱们以后用那个药去给它擦 也给它擦的 把黑渣渣擦完 它这黑渣渣大概有个周期 比如说正常的情况下 咱们给它擦 擦了以后到三五天以后 它会比正常还多 这个黑渣渣还多 它是有个过程 从正常到多到少 它有一个阶段 因为并来如山倒 并去如抽丝 咱们那个仙人 或者不正说是仙人 咱们以往的一个经验 就是这样 生物棉票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生物棉票 如果是买不来 可以私信我 我们也能发货 广告 这是广告了 不好意思 又做广告了 习惯性 老想挣钱 但是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该挣的钱 不该挣的钱 咱们挣不了 挣没良心的钱 咱也不会那么做 看见了吗 这变成可干净可干净了 每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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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一段时间就好了 大家慢慢欣赏一下吧